2. 变因 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层面的体伤问题 身体能量层面的热能不足问题 简言之 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好 我们为什么直接讲 所有的疾病皆因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 我们这里也讲 从生命来探讨 生命必须要靠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吧 对不对 如果这些组织器官不运作了 我们生命还能不能继续 不行 所以这是必要的第一个条件 好 那组织器官要正常运作 必须要有怎么样 热能去推动 而这个热能如果不足 也不能正常运作 就会出现问题 简单讲 我把组织器官的运作比喻为设备 设备各种设备要运转 比如电灯啊 那个电脑啊 投影机啊 这种种 如果没有电源 它能不能运转 不能 所以组织设备 它的运转必须还要有电力来支撑 同样我们的组织器官的运转 还是要有一个背后的热能 那个抽象的热能 它不断的提光 要不然你看死人 它体内各种组织器官都有 但为什么它不动 因为没有热能啦 没有电力啦 所以它即便设备都还在 但是也不能运转 那很显然 生命要维持 不只组织器官的问题 还要怎么样 能量的问题 能量层面的热能不足问题 所以很显然 这两者哪个运转不顺畅 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 那整个疾病就会产生 所以疾病不外就是两个层面 怎么样层面 一个组织运作层面的体伤问题 一个是能量层面的热能不足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把它定调为 所有疾病皆因怎么样 体伤与热能不足 那这个理论应用到临床上 也完全真的做得出来 那更证实 确定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继续把后面也念一下 体伤可直接导致症状 热能不足 则可通过影响体伤 间接导致症状 症状本身一般不会致命 但症状越严重 表示体伤也越严重 身体为修复体伤 已解除症状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而严重热能不足可危及生命 反过来 严重热能不足 也会使体伤既一步恶化而加重症状 陷入恶性循环 所以 体伤严重 也代表热能严重不足 反之亦然 它们彼此相互影响 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 因此 治疗疾病必须同时解除体伤 即改善热能 好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图表解释的 它体伤会不会影响热能 会 热能会不会影响体伤 会 所以彼此互会影响 所以疾病 你一产生 原来两者都在变化中 所以我们在处理疾病 就不能只单纯解决体伤 或单独处理热能不足 这样就足 不行 所以我们一定是怎么样 两者都要处理 也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同时处理 那这样发展下来 就会跟中医 虽然是相同 但同中 就会有一点 在做法上会有不一样 为什么我这样说 你们去看中医 有没有去诊所医师 不但帮你开药 又帮你针 又帮你揪 一次完成 有没有这样 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 诊所或有医师 有遇过的几所我看一下 一次帮你完成的 有啊 那只有一两位啦 几乎遇到的都没有 其实在台湾也很难这样做 为什么病人又要针 又要揪 那很累的啊 我自己早期就遇过一个患者也是 那个是脚踝痛 肿痛 我帮他开药 他说吃了一段时间 也没有什么效果 我继续开药 但是想这样患者 一直抱怨也不是办法 所以我想 那我就帮你多服务一下 我就帮他针 针了我问他有没有效 他说效果也不好 可见我那时候针灸的功力 实在太差了 现在只要揉一下子就好了 所以当时我也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又进一步想 好 那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搞定 那我就用灸 我就用爱藏 不是用爱罐啦 就是爱条 那点燃就开始帮他熏了 那熏一熏 哇 那个烟雾一直 熏着眼睛开始射起来 然后开始累了 因为一直盯着嘛 然后拿得又很累 然后每天看病 病人那么多 所以竟然打瞌睡了 这一下打顿了就不好 就整个爱条就怎么样 就直接烫到他的脚踝了 这一趟患者阿医生 我突然间惊醒 不过我还是很镇定跟他讲 哎呀你不用担心 这个在中医叫做八痕灸 我问你们中医有没有八痕灸 有啊 真的有啊 你们别以为我乱吹牛啦 我可读了很多书啊 所以我才知道要怎么应付啊 所以我跟他讲 这个八痕灸特别有效 直接进入皮肤 那热就可以进去 患者我以为我特别对他做这样的治疗 他也很高兴 那明天来他竟然跟我讲 哎真的有效 医师你能不能再帮我八痕灸 你说我还敢不敢 我不敢啊我不敢 所以你看一个医师 你要做那么多病人 你又要针又要开药又要灸 做得来吗不可能的 结果诊所是没有办法服务到这样 所以很多医师到最后发展成怎么样 他有些开药很厉害 就成为内科医师 那有些针灸很厉害就针灸科 有没有这样 而现在诊所也有些已经这样分了 那有些开药真的很不好 但是他针灸却又特别厉害 有些推拿很厉害 整骨很厉害 但又不大会开药 真正把三者融会贯通的 毕竟怎么样 少之又少 很少啦 大陆我也知道 有火神派啊 也有什么温病学派 也有金方学派 但他这些开药的方 虽然有不同理念 但外治法 真的你行吗 不一定 当然有其中有各种高所 但是要各外也行 内也行 也就是一针二灸三用药 完全一次到位 用在病人身上 几乎很少 那原始点你看喔 他是不是一次到位 按推有没有按 有 揪也就是我们的外热源 红豆袋啊 软软贴啊 我们有没有用 有 喝姜汤有没有喝 所以我们是真正一次到位 也就是任何轻症或重症 我们都是这样做 只是说中间有差别 那什么差别呢 一定要从变因谈起 体伤与热能不足 虽不能割裂对待 但变磁两者 属为疾病之主因 是变因的核心 由于体伤表现在症状 热能反映在体力 故主因之变 可从审查三事而定 好 既然前面讲了 那反正任何病人 轻症重症 反正来 我就是按推 温敷 喝姜汤不就对了 干嘛还要变呢 不对 到底有些病人 是应该先温敷呢 还是先按推 或是温敷时间 要不要比较久呢 以按推为主呢 哪一个比较重呢 这个一定要有分的 如果不分 很可能 你会遇到来的人 老人家 人已经很虚了 他走路也很缓慢 然后前身又僵硬 你如果说 好 你就趴着吧 我来帮你揉 就揉一揉 然后也不问他痛不痛 就开始这样 原始点 所有的原始点都揉 揉完了 好 然后再这样 你看看有没有比较好啊 结果没有声音 我看你这时候脸都苍白了 再看 万一摸了又没有呼吸 怎么办 有没有可能 有啊 因为你没有辨证啦 你以为 反正三个都用就对了吧 那应该先温敷的你先按推 那就出事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 虽然我们治病是整体的 但我们还要把主次分出来 也就到底是热能比较 热能不足比较严重呢 还是体伤比较严重呢 要不要分 要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变出来 那变出来 这个就牵扯到 那你如何知道是热能 比较严重还是体伤 好 那下面这一句话就是点出来了 因为热能反应在外的 你可以从观察就观察出来 就是从体力 如果热能够体力自然就强 如果热能不足 它表现在外的一定体力怎么样 虚弱 好 那体伤表现在外的是什么 症状 好那就是从症状跟体力虚弱 我们就可以观察出怎么样 体伤跟热能不足 哪一个比较严重 好 那我们具体的就从三件事 来把它分出来 我们继续看下面 其一 是否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如行动迟缓无力 异常疲惫 瘫痪 肌肉萎缩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肢体冰冷 怕冷 发抖 水肿等之类 其二 病症是否发作频繁 或时间持久 其三 症状是否为本处体伤所致 于此三者中 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 即表明疾病之主因 在于热能不足 处理上 应以热源改善热能为主 以按推解除体伤为辅 反之 若三者皆否 即表明疾病之主因 在于体伤 处理上 应以按推解除体伤为主 以热源改善热能为辅 这就是我常常问学原始点的人 你们学这么久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时候是应该先温敷 什么时候是应该先按推 如果我这里没有整理出来 很多学了原始点很久的人 也不知道 但这一段写出来 对临床上却起了指导意义 为什么 你们只要这样观察 你们就可以分辨出来 只要从这三种 第一个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症的体力虚弱 它里面有几个症状 我们第一个来看的 它是怎么样 行动迟缓无力 也就是你看到一个人走出来的时候 行动很缓慢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这个应该要怎么样 先温敷或喝姜汤 让它休息一下 然后你才开始按推 然后按推力道开始也不宜过重 就类似这样 那第二个 如果异常疲惫 什么叫异常疲惫 比如说你们来上课 那我讲课假设啦 讲得还不错 但是很奇怪 每一场即便再精彩 都还是有人打瞌睡 那我进一步思维 如果说这么精彩还会打瞌睡 那显然是怎么样 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要不然他干脆在家里睡 不是更舒服吗 何必来这里 所以这个人一定是属于怎么样 而热能不足才会想打瞌睡 所以情有可言 所以面对这样的听众 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啊 不管他继续让他睡 因为睡觉也是补充热源的一种哦 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记得休息也是 不一定 那休息够了 他自然有精神了 他自然就愿意听啦 所以有时候他要睡 就让他睡 所以你们以后旁边的已经打瞌睡了 记得我讲的 不要把他叫醒 继续让他睡 睡个够 好 应该是这样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瘫痪那显然就 这很明显 或是肌肉突然间怎么样 暴瘦 这个都是体力虚弱 那你揉了不可能 肌肉就会长出来啊 也不可能揉了 瘫痪就会站起来 那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重用内外热源 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 好 接下来声音微弱 病人如果再跟你对话 讲话有气无力 你也要小心喔 这个不能一下子就按推喔 要怎么样 先温敷喔 面无光泽 什么叫面无光泽 譬如脸色惨白 一片白白的 也没有血色 还有或脸色暗黑色的 譬如洗肾的就有这种脸色 还有脸黄蜡色的 没有光泽的 蜡的喔 就是整个都黄蜡 那这个喔 都已经严重的热能不足 这个都不用问 柔了你也免色不可能 立即就 黄蜡就变红蜡 不可能 那这个时候就是重用怎么样 内外热源 好 最后就是肢体冰冷啊 怕冷啊 发抖 这几个都是忍的现象 那会忍就是热能不足 另外水肿 这个是一个危险的讯号出现 也就是当你身体有水肿 就要小心了 四肢水肿 虽然不会直接威胁到生命 但已经是一个警讯 如果连腹部跟胸部都积水的时候 那就更危险 那为什么会这样 很明显 它的体力已经很严重不足 不能把多余的水分排除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 热能不足的信号 所以以上只要有这些 症的体力虚弱 认了一下 你就先温敷就对了 所以这几个现象 这几个病症要不要背起来 最好背起来 因为只要遇到这几个 你就不用看了 这个一定是先温敷 我记得台湾前一不久也有一个 就是帮人家针 还有刮沙 那结果患者刮完 针完觉得很累 那很累他想 那是不是再找其他的 社会帮他针 结果再针 结果人就死掉了 就闹出人命了 这是最近前不久的新闻 好 那这个如果以我们原始点 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 他针完很累 表示他怎么样 热能不够嘛 你就叫他休息嘛 温敷 绝对不会出事 那你又把刺激 像按推啊 针刺啊 这些都会消耗热能的 你就进一步消耗热能 就出事了 就像疲倦过 已经很疲倦了 你再继续工作 有些人啊 就变成怎样 过老死 也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第二种是 看他发作的时间 比如这个病症 他发作很频繁 或很持久 那这个一定是先温敷 像早上出来的 有几个就是这样 他的 比如说腿 常常就是半边麻嘛 他常常感觉都 那就很频繁啊 所以 我说早上像这样的患者 应该是怎么样 先温敷 后按推 那早上是不得已 我看他体力还不错 因为体力不错 我知道 大概还能够容喜 容几下 那像这种患者 我都会有警觉 如果是很虚的 我一定先温敷 那若是体力不是很好 我容也会控制时间 反正九秒到了 有没有好 我就松手 要注意 他发作的时间 这个病症的发作时间 然后再观察他的体力 那病症只要发作时间长 我建议还是先温敷 那还有第三种就是 按推原始痛点 按推如果有效 我们称为他处体伤 对不对 那按推没有效 本处体伤的 其实就直接温敷了 你再按也没有效 原始点 他就像开关 开了你电灯不亮 你再多开几次 还是不亮的 开了没有效 就是电灯的问题 就直接去处理它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从这三者 我们几乎在治疗上 就可以很快判断 我们到底应该先按推 还是先温敷 好 那我们再把最后一行给念一下 故从症状之体力变化 发作时间 及体伤位置 以便疾病之主因 是决定治疗原则的重要诊断方法 好 所以这一段最后做总结 前面三种从体力的变化 还有发作时间 还有体伤的位置 这是我们治疗原则的最重要什么 诊断方法 所以很多人说 那原始点有没有诊断 有 这个就是诊断了 然后诊断跟指导的治疗 所以几乎它已经到了怎么样 尤其按推原始痛点 然后就能知道 这个病症是由他处来或本处来 这个就是诊断了 所以原始点 既在治疗的过程中 又可以把他的病症 确定他处或本处 那所以他既是怎么样 治疗又是诊断 第一次医学上出现的 就是诊疗合一啦 以前中医包括西医 都还没有看过这样 所以这个是对医学的一向突破 那把所有的诊断跟治疗 简化之后把它合在一起 那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早上出来的病人 如果他有什么不舒服 我要不要问很久 我不需要 来了我马上就做 有没有 然后我很果断的 那我怎么知道他正在哪里 因为我开关都找出来了 那开一下我就知道 电灯有没有亮 那有亮没亮 我就知道是他处或本处了 所以我马上就能诊断了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都在很短的时间中 把它一次完成了 所以他就是诊断跟治疗 完全已经结合了 要变症状之体伤位置 需按症状区别对待 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不需按推 只需目视即可确定 是否为本处体伤所致 症的体伤位置 则他处本处皆有可能 需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是正值改善与否才能判断 若有改善 则此证与幻处无关 而是由原始痛点所致 并称此原始痛点为他处体伤 若无改善 则此证与原始痛点无关 而是由幻处体伤所致 此幻处体伤 亦称为本处体伤 好这个我们就有比喻了 你开关开了电灯会亮 那当然一定是开关嘛 主宰着电灯亮不亮 但是开关开了没有亮 那可能电灯坏了 那开关开了会亮的 我们称为他处 如果开了 如果开了开关开了 但是电灯不亮 那就是电灯本身的问题 同样我们按推一样 按推原始痛点按了有效 那就是开关嘛 它一定不是在幻处按嘛 所以这个原始痛点 我们就称为怎么样 他处体伤 那按了没有效 就跟原始痛点无关 那一定是幻处本身引起的 我们称为本处体伤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好我们看下面 可见对于病症而言 是先有按推原始痛点的治疗 之后才有变病症之体伤位置的诊断 因此其过程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原始点之所以 能称为诊断跟治疗同步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原始痛点 按推原始痛点 把开关开了就可以确定 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读定呢 因为原始点早上我已经讲 它是大开关 也就是它离症状最近 如果连大开关都没有效 开了都没有效 那其他小开关都不用找了 因为找了也没有效 你最近的开关都没有效 那你在远处找 还能找得到吗 不可能了 就是因为我把人体这样 一路这样摸索 然后一路归 就是归类 然后找到最近处 来主导的这个症状 那这样才看得出 什么是大开关 那所以它才能进一步的从中医的针灸卸位 再发展成为诊断学 你开了有效 好那就是他处开关延期的 按了没有效 就是怎么样 电灯的问题奔出底下 那这个很明确 这也是我说医学史上第一次的 你翻开医学史 诊断跟治疗永远是分开的 包括中医也是 你一定要辨证 所以中医称为辨证论治 辨完体质 是属于什么体质 可能用八纲辨证 阴阳表里虚实寒热 辨完怎么样 再来谈论 怎么治疗 所以称为辨证论治 那原始点呢 不是变因 变因失治 就直变 你知道哦 因是什么 按推是属于 病症是他处来的 或本处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治疗 所以在他处的时候 你按的过程中 其实它已经改善了 那按了没有效就本处 那本处你用针也没有效了 那当然就是要内外热源 所以原始点变成变因失治 它既是治疗 也是怎么样 诊断了 所以它把它简化 然后又发展到诊断学来 所以直接光这一部分 就等于把诊断跟治疗 完全合一 过程中 所以我才说早上 我们在按推非常快速 按了就知道 诶这个有没有效的 那没有效的 就是本处 但是正的本处底下 属于本处非常少 正的 那状多属怎么样 本处底下 所以后面你们会看到 用词就会有区别了 尤其这一本你们拿到的小册子 还没有办法写得那么细 到这一次我订稿的时候 就把症跟状完全区分了 所以症有时候写病症也是属症 你们以后再看小册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研判本处体伤所致症状的修复时间 一 一般内外伤 约一至七天 二 严重烫伤 毒液灼伤 肌肉肿胀撕裂 约十至三十天 三 肌肉腐烂 坏死 骨折 器官受损 约一至三个月 而严重者约三至六个月 若经半年仍未改善 则属难治之症 由此可知 治疗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其过程亦需诊断 好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前面我说的 按推原始痛点 如果属他处体伤 事实上 你怎么知道他处体伤 因为有改善 所以它变成诊断跟治疗 那接下来就是在谈本处体伤 那本处体伤需不需要诊断 也要 因为这里已经很明确的 你本处体伤它的修复时间 比如说内外伤一般是几天啊 那严重一点的 最严重到骨折啦 甚至器官受损 最严重就是三到六个月 那如果再没有一点改善 那就是严重难治之症 那这个就是诊断啦 你能够预测这个病情 多久会好 所以他处体伤我们也有诊断 那本处体伤有没有 有 所以在治疗过程中 他已经含有诊断在里面了 那我们来放 一般内外伤约一至七天的案例 我们先放一个盲肠炎的案例 急性盲肠炎案例 缘起 2013年8月13号上午11点左右 林师兄急性右下腹痛 经现场中西医诊断为急性盲肠炎 施以针灸无效 至下午1点20分左右 改寻求原始点处理经过 患者右下腹部剧痛 加上呼吸困难气短 无法俯卧 故意坐姿失作 按推10分钟左右 症状未改善 给予三勺姜粉 继续采用坐姿 按推约5分钟 接着以水暖电温敷 约60分钟 症状获得改善 患者于下午2点30分离开 当日晚上7点30分 患者右下腹痛复发 二度寻求原始点协助 患者起初无法俯卧 先以侧卧姿 边温敷边按推 经10分钟后 患者已改成俯卧 经按推15分钟后 患者表示已改善约有6成 但四肢仍冰冷 很难用心啊 我可以 有多料吗 不要那么大力量 坐起来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先让它坐起来 我们稍稍看 第一眼泪走掉 我们将它坐上一箱子就好 可以 来 先坐起来 坐起来 水不用太多慢慢的 水不用太多 好啊 等一下再一口给它沸下去 那很大 那有机会 好啊 行了 25分钟后 患者表示腹痛轻松多了 但仍有呼吸气短的症状 继续按推上背部 并给予两勺姜粉 总按推时间约35分钟 接着给予背部温敷41度 此时患者一颗仰躺 并表示好很多了 8月14号次日晚上8点20分 患者表示腹痛已完全解除 呼吸恢复顺畅 且原本无力解变 如今一颗正常解变 四肢也恢复了温暖 不过它这个如果缓解之后 等到半夜慢慢热能又降下来的时候 可能又会再 对 对 要给它准备一点降感 经过一天一夜 胃在复发 林师兄脸上重新展露出笑容 证明我这个地色盲腸病 盲腸病 没办法 现在揉好了 现在揉好了 现在揉好起来了 揉好起来了 这个气会消 而且这个气会往下 而且会流汗 而且会排泄 现在手都温温的了 温温的 这个软起来的 反正是这样这样的 现在好起来了 经过刘医师这样治疗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昨天晚上也没有发作了 没有发作了 今天一整天也没有发作了 没有发作了 对 身体就舒服了 对 这叫常 好 恭喜你 恭喜你回复健康 谢谢 好 有时候民众不了解 像这种检查 一盲长眼 有时候医院说要开刀 很多就割了 事实上我们一路这样看下来 很多盲长眼 事实上大部分都在一天左右 都可以改善 那这个是属本处体伤 如果是它处体伤 那就更快了 揉完它就改善了 然后再温敷 那时间就会更快了 那这一个其实如果以现在 那就更快了 其实揉也不用揉到十分钟 揉三四分钟 大概就可以确定 是不是本处体伤 如果是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 重用内外热源 如果不够 像这一个患者就是 早上温敷一下 那没有一直延续 到下午就会发作 那再加强 完全就可以解除了 那我们再来放下一个案例 眼疾的案例 眼疾案例 2013年8月15号晚 小女眼睛开始红肿 2013年8月16号 早上8点11分 吃早餐时 小女左眼已肿成一条件 2013年8月16号 开始用原始点处理 并以无菌棉签 蘸蛋姜汤 洗液共三次 晚上肿也消了很多 但症状还有 2013年8月17号 早上醒来 左眼还有红肿 被很多眼垢粘住 2013年8月17号 早上8点55分 姜汤洗眼后 红血丝减少很多 眼睛轻亮许多 2013年8月18号 小女眼疾已完全痊愈 露出喜悦的笑容 眼疾前后比对 前后比三天 用原始点处理 小女眼疾过程 用新鲜老姜一小段 切成小片 放进水壶 用一小碗纯净水 加水沸腾后 五分钟倒出 待沉淀后倒出一小杯 用五支无菌棉花签 洗眼睛 上下眼瞼 眼睫毛 和两个眼角 每支棉签只能用一次 最好不要来回清洁 清洗完后 马上喝姜汤 按原始点温敷 特别提醒 在给孩子清洗前 自己先试试姜汤的浓度 以及姜汁静眼后的感受 当着孩子面测试 当眼泪流出来后 眼睛就能睁开 且很清爽明亮 没有难受感 把这些真实感受 详细告诉孩子 孩子观摩后 很踏实 没有恐惧感 接着就很乐意 接受您的处理 个人认为 此方法很环保 红眼病 角膜炎 眼睛痒 干涩疼痛 模糊不清等 都可以试试此法 淡姜汤 简单的制作过程 选一小段姜洗净 去掉两端 和坏处切片 放进水壶 加一小碗沉净水 水开后 五分钟倒出沉淀 带温温地装入小杯 就可以清洗 张医师研发的原始点 对各种疾病非常有效 希望大家勤加善用 只要方法正确 一定会惊喜不断 受用无穷 公主大家 福慧双修 收获多多 2013年8月21号 大陆提供 这个案例 其实它用淡姜汤 然后清洗眼睛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对很多眼睛的一些问题 干手症案例 温敷的重要性 某女士60岁 双手皮肤干燥脱皮 归裂 甚至会有发痒的现象 手掌面的皮肤 会愈来愈厚 愈来愈干 严重时 只要碰到水 都会引起恶化 有医生说是富贵手 有些说是干手症 曾使用各类药膏 护手产品或乳液 让手部维持滋润 远离或少接触 容易诱发富贵手的东西 但是都未见改善 2014年11月16号 用红豆袋绑在手上温敷 只温敷一天就看到效果 但手上绑住红豆袋 容易脱落不方便 于是改用薄围 加暖暖贴24小时温敷 前后三天明显改善 2014年11月16号 未处理前干燥脱皮 龟裂疼痛发痒 温敷后一小时左右 龟裂处有明显愈合 后皮稍有变软 红豆袋温敷 温敷约三小时 龟裂处几乎愈合 硬皮变软 改用微薄加暖暖贴 24小时温敷 2014年11月17号 第二天继续温敷 晚上症状几乎完全改善 2014年10月18号 第三天 2014年11月19号 第四天 前后比对 第一天 第四天 好 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案例 那一般修复时间 不至于超过一个礼拜 那第二个就是烫伤 或是化学毒液灼伤 这个就会时间比较久 那我们来选四个烫伤的案例 第一个 臀部烫伤案例 臀部烫伤案例 四岁的小女孩 2014年3月13号 去邻居家里玩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煮开水的瓶子 开水淋到臀部上 经过简单处理后 3月15号 开始用原始点医学处理 3月26号 基本痊愈 2014年3月15号 浆水清洗后 撒上生姜素 2014年3月22号 2014年3月26号 2014年3月15号 至2014年3月26号 前后11天痊愈 好 那接下来这三个案例 都是国内提供的 也是最新的影片 烧伤案例 2016年7月6日上午11点多 钟先生骑机车 在广西贺州姑婆山大道 被另一辆机车撞到 自己的车当场烧毁 左边裤子 溅到汽油 也烧了起来 钟先生赶紧用手扑火 约一两分钟后 身上的火灭了 左腿不幸被烧伤 造势者送钟先生 去医院打点滴 听从医生吩咐 去药店买烧伤膏涂抹 下午起水泡 家人得知后 立即联系小姑前往医院 准备使用原始点 并马上咨询 资深的师兄姐等 几个家人商量决定 使用原始点处理 搅烧伤 虽然姜粉 姜片 暖贴 红豆袋等都有 但是医院不允许自行处理 当时已经起了两个大水泡 伤口难以得到控制 11点前 吉利劝说小姑尽快 再到医院帮忙撒姜粉 大概11点半 她带齐热圆用具到医院 把父亲扶到厕所 用姜汤清洗伤口 撒上姜粉 并用了纱布贴了暖贴 处理完后 强行出院 接下来 在家里每天给伤口 撒两次姜粉 并贴上暖贴 9号傍晚 资深师兄姐 带足了姜糕姜粉 前往贺州 要求拆开 稍后看看情况 钟先生却说 早上撒了姜粉 等睡前再撒一次就好了 晚上7点多 终于同意拆开 湿处比较多 用棉签 轻轻弄掉一些湿姜粉 散发出一股 类似肉腐烂的异味 10号开始 每天至少上三次姜粉 暖贴 姜汤跟上 并做原始点按推 伤口结痂的越来越快 12号一起下了广州 13号晚上还剩下两小处 没有结痂 结痂处都上了姜泥 并贴暖贴 可能上得比较厚 半个小时后 钟先生说 辣得不行 自行取下感觉最辣处的 一片暖贴 第二天早上起床 说还有辣 并说姜泥可能烧坏了皮肤 不肯敷姜泥 当晚用普通姜糕 以及暖贴 14号早上又说 姜糕太热 就没涂姜糕 没结痂处 只好继续撒姜粉 贴暖贴 15号之后 白添红豆袋 晚上贴暖贴 开始有点松懈温敷了 一直到17号 还是剩下两处没有结痂 苦口婆心 说明外热源的重要性 18-19号 钟先生主动加强了温敷 20号晚上拆开纱布 终于看到全部结痂 至此他可以自行贴暖贴 钟先生一直很配合 喝姜汤 补充热源 配合剂口含粮食物 21号起 晚上睡前也没怎么温敷了 结巴也渐渐好多了 来广州后 没怎么按推过 23号的幻处照片 以下是从烧伤到恢复的照片 可以看看对比过程 第二天 第六天 第十天 第十八天 钟先生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 植物了好一会儿说出 好的很快 值得推广 如果当初选择在医院 可能没那么快康复 手臂烫伤案例 2016年9月6日 参加完原始点工艺讲座回家的路上 车辆发生了一点小故障 手臂不慎被汽车水箱的水烫伤 脸部也有轻微烫伤 烫伤后立即脱抹浆膏 晕30分钟 手臂起了很多水泡 手腕有一块破皮 9月6日 烫伤一小时后 撒上姜粉 大碗回到家 敷姜泥 姜汤与姜粉调制 用纱布包扎 暖暖包温敷 肘部 肩部 背部原始点 用暖暖包温敷 9月7日 第二天 早上用温姜汤 清理掉姜泥 继续浮姜泥 9月9日 第四天 9月11日 第六天 敢用姜膏涂抹 破皮处用姜粉 9月13日 第八天 烫伤的皮肤开始脱落 9月15日 第十天 新的皮肤长出来了 9月17日 第十二天 用姜膏涂抹 9月18日 第十三天 已经康复 前后比对 第一天 第十三天 处理心得 一 能及时地得到处理 得意于烫伤当时 车上有姜粉 姜汤 姜贴 姜膏 与暖暖包等热源 敷上姜膏后 撒上姜粉 疼痛 约一个小时后减轻 二 烫伤后 按推 肘部原始点 非常疼痛 平时按推 只有酸痛感 充分地说明热源不足 加重了体伤 三 当晚回到家 全面地用上热源 水泡 用针扎破 一小洞 将水挤出 整个晚上 都没有疼痛感 中间只醒了一次 四 能在十几天 处理好自己的烫伤 源自于我对原始点的坚信 原始点 让我在人生的路途上 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感恩推广站志工老师的协助 感恩所有传播原始点的志工老师 感恩张医师研发了原始点 并无私地奉献给全人类 脸部烫伤案例 2016年10月26日晚约7点30分 初三学生15岁 在强行打开主舟的高压锅时 为高压锅里的气体烫伤脸部 静部 紧急打电话 联系山东省志工前来处理 先用温姜汤清洗脸部 涂抹姜泥 用热姜汤与姜粉调制 浮上姜泥 约40分钟后 几乎没有疼痛感 处理过程中 一直用红豆袋温敷 10月26日 当晚处理情况 10月28日 第三天 到爱心之家推广站 按推相对应的原始点 考虑到脸部用姜泥不方便 改用姜膏 破皮流水的地方用姜粉 10月29日 第四天 父母接回家 推广站的志工电话联系处理 10月30日 第五天 11月1日 第七天 11月3日 第九天 11月4日 第十天 11月5日 第十一天 11月7日 第十三天 周一返回学校上学了 11月11日 第十七天 放学的路上 前后比对 第三天 第十一天 处理心得 一 能在短时间内 处理好这个烫伤案例 源自于我对原始点的笃定 因本人在2016年9月6日 被汽车水箱热水烫伤手臂 用同样的方法处理 前后12天 恢复正常 这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二 这次处理过程中 由于脸部 颈部 较多水泡 前两天 早晚 敷姜泥两次 清除患处的 干姜泥时 用温姜汤打湿后 清理干净 第三天 改用姜膏涂抹 三 重点 用内外热源 头部 颈部 原始点部位 用头套 贴暖暖包 24小时温敷 用红外线 全身温敷 由于天气转凉 用空调取暖 让周围环境 温暖舒适 四 内热源 由于喝不下浓姜汤 改用淡姜汤 与服用姜碗 每日服用姜碗 约30至40克 五 交代女孩妈妈 处理期间 杜绝一切含量饮食 尽量不外出 换处不得碰水 可以用温姜汤擦洗 六 由于被父母接回家 距离推广站较远 每天拍一张照片 传回推广站 根据恢复情况 合理使用姜汤 姜粉 姜碗的用量 整个处理过程17天 几乎全部恢复 而且没有留下疤痕 感恩山东省志工的协助 感恩传播原始点的 所有志工老师 感恩张医师 研发原始点 并无私地奉献给全人类 这四个从臀部脚到手臂到脸 尤其最后一个脸 可贵的是怎么样 好了之后没有留下任何疤痕